今天我给各位带来一位传奇人物的故事 这位传奇人物您一定听过 这哥们叫沃伦巴菲特 这个名字在现如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他身上有好多标签 什么古神啊 世界首富啊 又是著名慈善家呀 等等等等 可以说巴菲特是从上个世纪以来 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投资人 很多人知道巴菲特是白手起家 凭借他非凡的投资天赋 以及在金融行业的卓越表现 最终成为长期占据福布斯富豪榜前三名的强者 在他的故乡 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他被人们称为奥马哈的先知奥马哈股神 等等等等 很多人都喜欢管巴菲特叫古神 那巴菲特自己呢 是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称呼 因为啊 这会让巴菲特觉得 在人们眼里 他不过就是一台赚钱机器 在巴菲特看来啊 他和他的伯克希尔公司 一直是致力于发掘有潜力的公司的 让那些心怀梦想的创业者获得成功的 也同时为投资者获得财富 至于说我自己赚多少钱 那纯粹是搂草打兔子 除此之外 巴菲特还是个慷慨的慈善家 曾经多次捐赠巨额资产给慈善基金会 2006年6月25号 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富豪的巴菲特 对外宣布会陆续把自己85%的股票 也就是价值370亿美元的资产 捐赠给慈善基金会 大概正如圣经所说 师比受更有福 付出善心的人是更有智慧的 2008年他以620亿美元的资产 击败比尔盖茨登顶福布斯富豪榜啊 那作为生意人 巴菲特很精明 他从来不做自己认为会输的买卖 比如说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 他判断雷曼兄弟已经漏洞百出 最后硬是眼睁睁看着雷曼这家百年企业破产 而没有失以援手 但同时他又充满爱心 对疾病和苦难感同身受 对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不公平 深感不安 强烈要求像他这样的富人应该多缴税 那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 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学习他的投资和经商之道 然而尽管巴菲特在全球享有超高的知名度 但其实真正了解他所作所为的人并不多 而知道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人 更是寥寥无几 那这回我给各位带来的这本滚雪球这本书 就是要为您揭开沃伦巴菲特梦幻一般的一生 从儿时的数字迷到赚得第一桶金的得意青年 再到今天成为商业圈中的传奇人物 闻名世界的慈善家 走过每一步大部分都很成功 当然咯 人非圣贤熟能无物 人家也曾经马施前提 但瑕不掩喻 这其中都蕴含着无数宝贵的经验 可供世人学习 那听完这本书啊 您还可以了解到 巴菲特是怎样在11岁就完成自己的第一份投资 你想想 11岁可能你连泡妞都不会 人家都开始投资了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 巴菲特是怎样滚雪球一样 让利润越来越大 还有 从其他商界的富豪 比如说凯·格雷厄姆和比尔盖茨那里 巴菲特又学到了什么 作为一个杰出的商人呢 他不一定需要有雄厚的家族资产 但是家族遗传的商业文化却往往至关重要 在1930年8月20号 沃伦巴菲特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 其实他的家庭并不是大富大贵的 可是这个家庭有一个传统 叫十分严谨的商业家庭 这巴菲特家族在当地是干嘛的呢 经营了一家杂货铺 按照广州的话说呢 叫市多 是吧 销售什么呢 销售些水果啊 蔬菜啊 体育用品呢 就是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家人呢 历来都是和蔼可亲 薄利多销 恪守成性 所以啊 这生意就越来越好 又越做越大 巴菲特的爷爷叫欧内斯特巴菲特 曾经就说 巴菲特家族从来没给后人留下大笔资产 但总是会留下一部分 他们从未花光所挣到的钱 这让一切都发展的相当顺利 说到这儿 我老刘再插句闲话 现在你看那家长啊 拼命给孩子买房子 就是说要买多少多少套房子啊 以后将来你吃穿就不用愁了 得给你留多少存款 各位啊 受之以鱼 不如受之以鱼 这就是教育子孙的秘诀 咱民间也有那样的俗话 叫十倍能耐使七分 剩下三分给儿孙 十倍能耐全使尽 后背儿孙不如人呢 当然了 巴菲特家的秘诀也是这样 挣得永远比花的多 以及永远不借钱 这是巴菲特家族的两大传统 这两点在今天的巴菲特身上 依然表现得非常突出啊 就在巴菲特出生之前的十个月 换句话说 他母亲刚刚怀上巴菲特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危机爆发了 在著名的黑色星期二 美国股市遭遇了滑铁炉 整个国家陷入了大萧条 人人兜里都没有money 出去看什么都不敢败啊 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 是一名股票经纪人 经济形势一片惨淡 但是没办法 你得养家糊口啊 特别是你得抚养刚刚出生不久的巴菲特呀 他爹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经营着股票公司 为了对投资者负责 他们只投资一些安全性非常高的股票 比如说公共事业股和市政债券等等 结果在艰难的环境里 哎经营状况意想不到的好啊 这个巴菲特一家就很快走出了经济的阴霾 那你在当时的美国已经算是中等偏上的家庭 或者说是高收入的家庭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再加上自身数学方面的天赋 巴菲特很早就展露出了一身的商业天赋 比如说呀 那年巴菲特才六岁呀 他就开始做小生意了 他从爷爷的杂货铺里 以每箱25美分的价格批发cocacola 一箱是六瓶 然后再以五美分一瓶的价格卖出去 也就是说他一箱可乐可以赚五美分 你乍一看 这好像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经营方式 可是其中却蕴含着商品套利的本质 你稍微算一下就知道 这桩生意的利润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有意思的是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幼年养成的习惯 巴菲特此后的一生投资的利润率 基本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应该说巴菲特很小就表现出对数字的敏感 当其他小屁孩一个个心满意足的撬开 一瓶瓶汽水咕噜咕噜喝得心满意足的时候 汽水瓶盖随手乱扔的时候 巴菲特在干啥呢 他在收集别人丢弃的瓶盖 不是说他多有功德心 而是他把这些瓶盖啊 红的放一堆 绿的放一堆 分门别类的收集统计 如此一来 哪种牌子汽水卖的多卖的快 他就一目了然 然后他再根据这个市场的数据 兜售他的汽水 这种在别人看来是很无聊的举动 而巴菲特乐在其中 对他来说 收集计算记忆 所有和数字有关的事情 都是那么的其乐无穷 这就不是对数字的敏感 而是天生的商业奇才 不过对于年幼的巴菲特来说 生活却并不是很容易 因为他有个性格非常彪悍的mother 动不动啊 就跟他们发火 总是莫名其妙的拿孩子撒气 而巴菲特和他姐姐呢 平时在家不得不忍受着各种屈辱和责备 这日子过的呀 他就不怎么开心 那怎么办呢 巴菲特就绞尽脑汁啊 想办法来躲避老妈的怒气 而这个时候 他又用上了他的天分 用数字概率和百分比来分析母亲的行为 大概是预测一下老妈什么时候会发火 然后早糟的就躲出去 小时候巴菲特更喜欢学校 不仅是因为在学校可以逃离家庭问题 最重要的是 学校里可以学数学 刚才我说了 巴菲特从小对数字就特别敏感 11岁那年呢 他和朋友一起啊 运用数学原理开发了一套读码系统 写成了一篇码童选集的分析文章 拿到赛马场上 以每本25美分的价格出售 你别说还真有不少人买 让他小赚了一笔 应该说计算和统计是巴菲特小时候最好的游戏 而他在数字和概率方面表现出的天才 也得到了家人的鼓励 他的爷爷 他的姑妈等等长辈 纷纷送给他各种统计书籍 比如说有关棒球的 桥牌的 以及描表等精细工具 来满足他对于计算和统计的兴趣 而这些也更加培养了小巴菲特的运算能力 除了数字啊 巴菲特从小就感兴趣的 还有money 这个1940年的时候 十岁的巴菲特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书 叫赚到一千美元的一千种方法 我的天 大受启发 随后他对一个朋友说 自己要在35岁之前成为百万富翁 这巴菲特可不像别的小朋友一样 这梦想说完了 顺手就扔到垃圾桶里 他是非常认真的 并且是以实际行动去努力实现的 11岁的时候 巴菲特已经存下了120美元 虽然120美元在现在看来 好多人都出得起这个钱 可是您想想 1941年 11岁的孩子 他就凭借自己的努力 存下了120美元 那简直是一笔巨款 甚至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试想一下 如果你在11岁的时候 拥有这么大一笔钱 你会干什么呢 估计就是买些零食啊 打打游戏机啊 显然巴菲特不会这么干 所以人家叫巴菲特 你还是你吗 他为自己和姐姐各自买了三张 城市优先服务的股票 各位 11岁的孩子就开始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投资 这么小的孩子 他哪能懂股票呢 其实在父亲的指导下 巴菲特从8岁开始就在父亲的公司里阅读股票投资的书籍 有时候他还帮忙抄写股票和债券文件 制作股价走势图 在那里他度过了一段非常happy的时光啊 巴菲特家庭有一个传统 在每个孩子10岁的时候 父亲必须带他去东海岸旅行一次 让孩子见见世面 看看繁华的大都市 巴菲特10岁那年 父亲便带着巴菲特去了东部 他们参观了著名的纽交所 还一起拜访了华尔街最有声望的股票经纪人 同时也是大名鼎鼎的高盛集团的领导人 希德尼·温伯格 温伯格被同行称为董事的董事 华尔街先生 在会面当中啊 希德尼非常肯定小巴菲特的才能 而小巴菲特也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在十多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认定自己这辈子就要吃证券投资这碗饭了 可以说巴菲特之所以最终进入商业投资领域 也是他父亲有意栽培的结果 1942年 巴菲特的父亲当选为内布拉斯加州二区的共和党议员 从而进入了国会 他们一家告别了内陆的内布拉斯加 搬到了沃生滩DC 华盛顿特区 到了不同的地方啊 巴菲特这生意经是一点没打折扣啊 他开始去当爆童 由于爆童的收入和报纸的订阅费紧密挂钩 为了多赚钱 巴菲特特意制定了各种送报路线 留下顾客联系方式 不断扩大订报规模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那个年代 巴菲特一个月就能赚175美元 甚至比他学校里大部分老师的工资还高 很快他就存上了1000美元 不用说这些钱他可没有花天酒地 通通的用于投资股票了 您别以为巴菲特只会赚钱呢 这哥们那是响当当的学霸呀 高中毕业之后 巴菲特考进了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 顺利成章选择了会计和商业课程 巴菲特在学生宿舍里 因为太邋遢导致他的室友无法忍受 说你这哥们你就算是雪霸 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啊 你看看这满地烟头随地土壇 你就差随地大小便了 哥们我跟你受不了了 和住了一年之后 这哥们就搬走了 新来的这位室友也受不了巴菲特的这种生活习惯 但是他更嫉妒巴菲特变态的学习能力 巴菲特可以毫不费力的就能记住课本内容 然后再一字不差的复述给老师听 大学毕业之后 按照很多人的想法 巴菲特应该出来工作一展拳脚 可是他并没有 而是去了著名的哥伦比亚商学院继续深造 他之所以选择这里 只是为了一个人 华尔街教父 本杰明格雷厄姆 现在格雷厄姆是以巴菲特的师父而闻名于世 可事实上 在当时他的名气就已经很大了 从高中开始 巴菲特就很喜欢看格雷厄姆的著作 聪明的投资者 这本书被誉为投资人的圣经 各位如果想读的话 出门左转路上读书APP 曾经给各位说过这本书 在读聪明的投资者之前 巴菲特投资股票的方式和其他人没啥区别 无非就是打听打听小道消息 花点时间研究股票的走势图 但是格雷厄姆的书却给巴菲特带来了全新的思路 从此他把格雷厄姆视为自己的偶像 他去哥伦比亚商学院念书不是为了文凭 而只是因为格雷厄姆在那教书而已 哥伦比亚商学院不愧是世界顶级的商学院 除了本杰明格雷厄姆 还有大卫多德这样的名牌教授 多德所写的安全性分析一书巴菲特非常认可 他几乎可以把这本书全文背诵 从这两位老师身上 巴菲特不仅学到了很有价值的课程 还有基本的投资策略 那巴菲特跟格雷厄姆学些什么呢 那就是在投资一家公司之前 必须了解他真正值多少钱 也就是所谓的内在价值 这个词也成为了巴菲特后来一生致胜的法宝 要了解内在价值 就必须对公司进行彻头彻尾的调查 分析公司的潜力 再将他与公司目前在股票市场上的估值进行比对 看看是否具备升值的空间 巴菲特说过 我有85%像格雷厄姆 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可以说没有格雷厄姆就没有现在的巴菲特 在长期的股票投资当中 巴菲特一直牢记格雷厄姆的教诲 不要因为市场的变动而慌乱 很多人在股市大起大落的时候 投资起来也变得很盲目 牛市的时候一窝蜂的跟进入市 熊市的时候又忙不迭的脱手 有的割肉离场 有的干脆就被牢牢掏死 咱们中国经历过两次 大家都熟悉 而格雷厄姆对这样的做法嗤之以鼻 他说呀 从短期来看 市场是一台投票机 但是从长期来看 它是一台称重机 我们只需要把目光紧紧的盯着手中所持股票的内在价值 而不是股票交易的价格波动 那就可以清晰的判断 当股票价格远低于内在价值的时候 你就买嘛 就是说市场已经低估了这家公司的这个价值 早晚有一天市场要给他一个说法 你趁这会买 这就叫潜力股嘛 那当股票价格大大高于内在价值 你就赶紧卖嘛 因为市场高估了 总有一天会清醒嘛 你这时候不卖 你留着瞎子嘛 就这样可以从中获得巨额的利润 后来巴菲特把格雷格姆的市场理论发挥到了极致 他认为市场本来就是没有规律的 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喜怒无常的市场风波里 耐着性子凭借观察股票的内在价值去理性的安全的投资 简单来说就是只购买那些内在价值大于交易价格的股票 就O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EZ呢 1953年巴菲特得到了格雷厄姆的允许 去他的纽曼投资公司工作 我的天哪 巴菲特happy了好一阵啊 就连睡觉都能笑醒啊 为啥 如愿以偿了吗 纽曼投资那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公司 同时可以在自己老师的身边打拼 他当然高兴啊 虽然巴菲特并不想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 但架不住这哥们真有本事啊 就叫啥呢 就你吃块金子到哪都埋没不了 他迅速脱颖而出 成为公司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巴菲特啊 跟这个格雷厄姆啊 发生了不少争执 有人说这个师徒之间还吵架吗 哎 你看郭德纲和他的徒弟少吵了吗 可是郭德纲和他徒弟吵来吵去啊 无非就是名利那点事 而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之间的争执远于两点 第一个 对于一家公司 格雷厄姆喜欢从数字标准去进行推测 而巴菲特更主张实事求是 从每一家公司的实际情况出发 第二个啊 对于一个没有知名度的股票 格雷厄姆是不敢贸然投资的 可是巴菲特觉得 你把对方底细摸清楚不就完了吗 只要可以果断出手啊 两人观念上的分歧是越来越大 巴菲特对格雷厄姆也就越来越失望 甚至心里面也在想 老师啊 你可能有点老了 毫无疑问 格雷厄姆的做法是过于保守 过于死板 相比之下 巴菲特的做法要主动的多 巴菲特之所以成为巴菲特 并且最终超越格雷厄姆 就在于他相对于师傅而言 有着更为实际的态度 和更加进取的精神 终于巴菲特决定辞职单干 师徒二人 分岛扬镳 1956年 巴菲特有限责任公司诞生 巴菲特建立了一种基于亲密合作伙伴关系的投资方式 合伙人公司 在这个小型的公司内 巴菲特拥有绝对的决策权 但他也要对客户负责 所以如果投资效果一般 巴菲特就没收入啊 早期啊 几乎每个合伙人公司都秉持着巴菲特的原则 只接纳亲朋好友的投资 每项投资的规则 都遵循简单而可靠的准则 这样一来 大家既不会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想要一切报复 也不会特别的失望 总能有稳健的收入 还记不记得 之前一开头 我就给各位说的巴菲特父亲 在经济危机时候的投资方式 巴菲特早期的原则 不得不说 和他的father 那就是一脉相成啊 就在同一时期 格雷厄姆的公司关门大吉了 虽然师徒二人已经分道扬镳 但格雷厄姆还是把自己的客户 推荐给了自己的爱徒巴菲特 同时格雷厄姆告诉老主顾们 巴菲特是个非常可靠的人 是个非常nice的人 可以把钱放心的交给他打理 在格雷厄姆的大力宣传下 巴菲特的名气大涨 开始管理着越来越多的marning 那么接下来 巴菲特会一帆风顺吗 他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腾飞的呢 咱们下回接着说 本节目由路上读书 授权喜马拉雅FM播出 今天继续给各位讲 著名商业家巴菲特的传记 滚雪球 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上回啊 给各位讲到 这巴菲特呀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已经展露了经商天赋 一直到青年学习投资 到最后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那么巴菲特又如何建立他的商业王国呢 今天咱们接着说 巴菲特当老板的第一年呢 他就从不同的朋友圈入手 哎 你看 这巴菲特年轻的时候啊 他也钻圈子 同时经营着八个合伙公司的生意 这些朋友的投资都在五到十二万美元之间 而每一次合伙生意开始之后 他都要确保合伙人充分了解他的投资理念 他是什么投资理念呢 他总是这么解释 他说我要只会投资那些被低估了的股票 一旦挣了钱 我就继续投资其他被低估的股票 相当于抄底 整个过程就好比从山顶向山脚滚雪球 你一开始手里就捏着个小雪球 但会变得越来越大 你这本书的名字滚雪球 就是从这来的 其次呢 他还会告诉人们 我并不是什么所谓的投资之王 也不能保证在最合适的时候抛出股票 我有的只是足够的耐心而已 他的耐心呢 终究是有了回报 1956年年底 他的合伙公司总共赚了4500美元 比市场平均收益水平高出了4% 到1957年领先的比例就变成了10% 而到了1960年底则高达29% 雪球已然是越滚越大 20世纪60年代初啊 巴菲特手中管理的资金已经达到了100万美元 现在看100万美元都挺值钱的 你要是给我 我会花得很开心 更别提当年的100万美元 那可不是今天这100万美元的概念呢 那个时候啊 美国的股票市场呈现出在颠簸中上升的局面 然而跟其他投资人不同 巴菲特做生意的方式丝毫没有被股票市场的波动影响 他依然坚持搜寻那些被低估了的公司 一旦发现目标就尽一切所能 将大量的股票收入囊中啊 这时候巴菲特就得唱 是谁把你带到我身边呢 哎呦 而这招啊 也往往能够让他成为自己所投资公司的董事 你看前两年啊 咱们中国股市就传出那么一个段子 说泡妞啊 就泡成老公 买股票呢 就买成股东 你那股票买成股东 是你股票砸手里 被牢牢套死了 而巴菲特成为董事啊 是能够监视并调整这些公司的管理运营 确保公司的管理层 不会让投资人的钱打水漂 这是完全两个级别的概念呢 尽管巴菲特平日里管着几百万美元 可是他自己呢 维瑞节俭 这生活是相当有规律 拼命的工作事无巨细 不知疲倦 当然 这样的工作模式 也让他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 尤其是孩子 每天回家之后 他只说一句 I'm coming 就又回到房间 看报纸去了 直到1962年 他想要简化工作 才将所有的合伙人公司 整合为一家公司 也就是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 那段时间呢 巴菲特可以说是极其耀眼呢 他这名声也是不敬而走 渐渐从奥马哈这个小城市 走向了华尔街 1962年 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的净资产 说出来吓你一跳 720万美元 仅仅六年的时间 巴菲特公司的规模 就超过了鼎盛时期的格雷厄姆 也就是说 清出于蓝 胜于绿啊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 一个人最多可以拥有一百名合伙人 再多你叫非法集资啊 越来越多的人照巴菲特投资股票 几乎是挤破了门槛子 磨破了嘴痞子 生怕自己比旁人慢一步 一句话 巴菲特彻底火了 在巴菲特出路锋芒的时候 又一个人就注意到他的才华 这个人叫查理芒格 他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律师 也是一名兼职投资人 1959年 那会儿的巴菲特 跟我老刘一样 是半火不火的状态 虽然这个才华横溢 是吧 财气侧漏 可是呢 也没有太大的成就 这个芒格呀 就会演独具 啪就这一眼睛 就盯上他了 怎么盯上他呢 1959年 两个人兴趣相投一见如故 在一块吃了个午饭 哎 你要注意啊 美国人的正餐叫午餐 你不像咱们的午餐 随随便便叫个外卖什么的 咱们的正餐是晚餐 你要约谁吃饭 绝对是晚上 为什么呢 晚上方便一条龙 哎 吃饭的时候喝点酒 吃完饭之后唱个歌 唱完了之后 笑个夜 哎 这一宵夜 基本上就到天亮了 然后就喝个早茶 这是一条龙 可是在美国 说我们认为 这个午餐 那才是正餐 你想请谁吃饭 你要是对他特重视 咱就来个午餐 哎 午餐见面 喝点酒 俩人在午餐的饭桌上啊 那是相谈甚欢 后来不出意外 他们俩在商业上 也成了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合作伙伴 芒格对投资的看法 帮助了巴菲特 开阔事业 之前呢 咱们介绍过 巴菲特是一直遵循 格雷厄姆传授的理论 只去争取那些内在价值 远高于交易价格的股票 但是芒格就跟巴菲特说了 说你这样啊 太死板了 这个东西啊 它不是越便宜越好 有时候看似贵的东西 也未必不能盈利啊 比如说明成化 斗菜鸡钢杯 这个东西多贵啊 但是刘一千 他就把它两个一港币 给拍下来了 你说现在你再花两亿港币 你买得着这鸡钢杯吗 这刘一千 如果他真想投资的话 是不是就能坐地起价呢 当然这扯远了 咱们说回来 事实证明在听从了芒格的建议之后 巴菲特又赚了一大票 而芒格也成为了巴菲特的黄金搭档 在往后的岁月里 他们一起打造了伯克希尔公司的神话 话说1963年 肯尼迪总统被刺杀 震惊全世界 这报纸一出来就被抢购一空 民众最关注的就是肯尼迪次案的进展 很少有人关注其他新闻了 可是巴菲特他跟咱们普通人不一样 是吧 巴菲特也算是半仙之体 是吧 也是有点仙气的 他怎么看报纸呢 他看完头条新闻之后啊 他习惯性的往后翻一翻 这报纸不能只报肯尼迪次案呢 他还得报别的呀 别的版面也有新闻呢 他这么一翻 突然就注意到一条新闻 是有关大豆丑闻的报道 丑闻背后还牵扯了一家百年老店 叫美国运通公司 各位对商业熟悉的话 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运通 对吧 当然不是咱们干物流这个运通啊 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呢 美国运通的一家子公司啊 弄虚作假 一次冲好 结果被查个正着 事件曝光之后 美国运通的股票遭受沉重打击 不过巴菲特异常淡定 因为他看好这家公司 他知道这家公司有本事起死回生 所以当美国运通的股票价格 在1964年的1月份达到最低点的时候 巴菲特开始行动 慢慢的购买股票 一开始三百万 到了1966年 好假 两年之后 他已经变成了一千三百万美元 这是一笔惊人的数字啊 而事实也如巴菲特所料 美国运通只是一时陷入困境 实际上 这刚才我说了嘛 美国运通那是百年老店呢 跟深通运达他不一样啊 没成立几年 百年老店叫数大根深呢 他们很快打了个翻身仗 股票价格持续上涨 为合伙人带来了空前的利润 1965年 得益于这笔投资 巴菲特净赚250万 那美说这个几年的时间 才挣了不到一倍 这巴菲特也太怂了 这怎么叫股神呢 各位啊 他当年投那三百万 到后来变成那一千三百万 都投进去 这可不是光光他自己的钱呢 他还得分给那么多合伙人呢 而现在这250万 是巴菲特自己赚到手的 这几乎就是神话 也就是说 他从这笔投资里 要赚回数倍 乃至数十倍 他自己才能得250万美金呢 你知道 还记得当年巴菲特的诺言吗 35岁之前成为百万富翁 而巴菲特早在30岁的时候 就达成了这一目标 而35岁的巴菲特 赚的已经远远不止这个数了 巴菲特就以这些盈利为基础 继续展开他的收购大业 1965年 巴菲特收购了一家叫 伯克希尔哈萨韦的公司 伯克希尔现在是大名鼎鼎 可是当时啊 他只是个做纺织品的公司 巴菲特还特意调查过 说这个调查结果是啥呢 这家公司实际的价值 2200万美元 那么算下来 他的股票价格应该是 19.46美元每股 可是当时市场上 他的股票价格是多少钱呢 7块5美元 1965年 巴菲特买下了伯克希尔公司 49%的股份 以领先的优势 掌握了公司大权 巴菲特控股伯克希尔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呢 尽管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 抱了巴菲特的大腿 但是这家公司 可以说麻烦相当多呀 搞得巴菲特 也多少有些后悔 不过巴菲特 并不是那种 会轻易放弃的人 他绝对不会 做事不管 其实啊 收购伯克希尔 并不是巴菲特 第一次试水实业 1958年 巴菲特就曾经玩过票 也玩过实业 但是因为经营不善 公司倒闭了 巴菲特不仅赔了本 还搞得别人 对他怨声载道 这也算得上一次 惨痛教训 为了防止这样情况的 再次发生 这一次巴菲特决定 认真管理伯克希尔 最起码要让公司 能够经营下去 当时啊 纺织品生意确实不好做 原材料成本高 而且伯克希尔 各种机械都老旧 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而对于从来只会 把钱花在道日上的 巴菲特来说 光是注资给公司不够啊 关键是公司如何盈利 这个问题让他思考纠结了 朗朗泰姆啊 终于他一系列天才的处理方式 化解了伯克希尔公司 面临的种种问题 首先他对公司里所有持股人说 可以用股票来换取收益更高的公司债券 就这样他把那些只想坐着捞钱 而不想关心公司的人 通通踢出了股东的阵营 然后他收购了国民赔偿公司 纳入伯克希尔 让伯克希尔拥有内部资产平衡能力 这怎么收购个赔偿公司 就能平衡资产呢 你听我给你分析啊 国民赔偿公司是家保险公司 他收了保费以后 会有一大笔现金流 那么这个时候 可以用这个现金流 投入到伯克希尔原来的纺织产业 而当保险公司需要大量资金 去赔付投保方的时候 他又可以用纺织产业的收入 来支持保险业 这叫啥 你发现巴菲特高在哪 他每一步是领先世界的 这种不就是现在互联网公司 盈利模式的雏形吗 叫羊毛出在猪身上 让狗买单呢 日后巴菲特还不断的收购 其他公司的股票 让伯克希尔成为了一家 多元经营的超级企业 伯克希尔这家当初要破产的公司 在2016年世界500强排名当中 排名第11位 经历过一系列的波折之后 巴菲特变得越来越谨慎 20世纪60年代后期 经济的发展日趋复杂 计算机电子技术等等 科技公司的数量大大增加 发展势头也非常好 而有意思的是 巴菲特一直以来都对科技股存在偏见 他也不太信赖这些公司 于是他又提出一条准则 如果自己不能完全理解 一家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就绝对不会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总体来说 巴菲特对那些简单安全能赚钱 又让人感到舒适的东西 情有独钟 这是一句废话 你想 简单安全能赚钱 又让你感到舒适 谁对这样的东西不情有独钟啊 问题是 你怎么找到这样东西 这才是人巴菲特的本事 于是他很快又提出了另一条投资准则 远离那些可能甚至已经面临裁员倒闭等问题的公司 或者是管理层与工会有冲突的公司 总的来说 他赚钱的方式就是一个字 稳 因为经常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 持股之后 又必须保障该公司运营良好 好让股票可以持续畅涨 所以巴菲特非常在意一个公司的管理 一旦完成收购 巴菲特总是立刻去找合适的人才来运营公司 这条原则有时候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有时候也会分散他投资的注意力啊 往往因为一两个人的因素 就会改变整个决策 你说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没法说 就拿现在来说 很多管理公司的人都分成两派 一派说我注重的是对人的培养 而另一派就说 我注重的是对公司规则的建设 你说谁对呢 谁都能拿出支撑自己的理由 你说谁错呢 对方都有理由来反驳你 比方说吧 咱们说说巴菲特 巴菲特收购了巴尔迪摩的一家百货公司 原因很简单 这家公司有一些优秀的管理人才 而且当时的价格确实诱人 但是三年之后 他不得不把这家公司又卖了 虽然没亏钱 但毕竟不算成功啊 他的好伙伴 好基友查理芒格告诉巴菲特 用一个合理的价格去购买一家好公司 远胜于用一个好价格去购买一家合理的公司 你看老外说话呀 他也跟绕口令似的 这句话怎么理解 您自己去慢慢琢磨 您各位都比我高 我没开过公司 我没有发言权 当然了 关注人本身并不是坏事 正是巴菲特努力招募的一系列优秀人才 把他所投资的公司经营的正正日上 比如说前面咱们提到过的国民赔偿公司 曾经有一段时间 巴菲特对这家公司还在观望 但是当他遇见公司的高管杰克瑞因沃特 他就立马认定 这是个不可多得的管理人才 巴菲特二话不说 就把这家公司给买下来 换句话说 巴菲特买公司也是因人而异 如果没有他看得上的人 允许他会观望 如果有他能看得中的人 他会立马掏钱 这一点雷军就跟他有相似之处 你像我在互联网创业那个圈里的朋友 他就曾经跟我说过 因为有一个朋友 他是雷军投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雷军这个投资团队很有意思 不熟不投 就是说我要是投你的话 我得看跟你的关系怎么样 当然我所说的关系 不是你有没有请他吃过饭 给他送过礼 而是说我跟你算不算上熟识 我知不知道你这个人 雷军的团队是绝对不会把钱 投给一个陌生人的 哪怕你带来的项目再好 那不知道雷军是不是跟巴菲特学的 那么巴菲特喜欢什么呢 喜欢和公司经理人们坐下来 通过聊天 好好了解他们 他希望这些人不仅要有热情 而且还值得信任 和格雷格姆不一样 巴菲特喜欢和投资合伙人 保持稳定亲密的关系 他把这些企业的管理者 和他的投资伙伴一起 都看作是自己的家人 不知道巴菲特会不会认为 自己是他们爸爸 要说这招是确实高 有效的沟通和充分的信任 能够让投资效率出奇的高 1966年底 合伙人收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出36% 当然在所有合伙人里面 最关键的就是查理 芒格 虽然他和巴菲特彼此欣赏 但是在认识的最初十几年里 他们只是各忙各的 相互给些意见 偶尔才会在一起合作一把 比方说1972年 在芒格的建议下 巴菲特和他一起 以2500万美元收购了一家 位于加州的一家生产巧克力的公司 虽然按照一些指标来说 这笔钱花的有点多 但是最终给他们带来了 十多亿美元的利润 我的个天 就这笔投资 让伯克希尔实现了首次巨大的成功 芒格认为 本金明·格雷厄姆 对巴菲特的投资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影响 可是他却能让巴菲特 不会只挑便宜货 巴菲特自己也承认 芒格把我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而不是像格雷厄姆那样只买便宜货 他拓展了我的视野 当然巴菲特永远不会一帆风顺 在无数次的投资活动当中 也难免有一些失误和麻烦 甚至还有政府机关找上门来 70年代的时候 巴菲特就碰到了一次 这事还得从1968年说起 当时一家叫蓝带印花公司 吸引了芒格的注意 是蓝带印花不是蓝带啤酒 那年家庭主妇之间非常流行 收集这种交易券 它和优惠券的功能差不多 可以在杂货店加油站去使用 但随着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 交易券成了女性受压抑的象征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厌弃 所以就跟当年的伯克希尔一样 蓝带印花也要为生计发愁 而这家公司之所以迟迟没倒闭 也就是靠着巴菲特和芒格往里面砸钱而已 巴菲特和芒格经常以伯克希尔的名义 买下不少优质股票 而这一次他们也拿下了蓝带印花公司的许多股份 并且为了拯救蓝带印花公司 他们又去买了一家叫卫斯科的金融公司股份 这种一层套一层的经营方式非常复杂 但总的来说 这是巴菲特独创的组合招数 为的就是更好的配比资金 让不同行业相互支持 就像前辈说过的 让伯克希尔的纺织业和国民赔偿公司的保险业相互支持一样 以后蓝带印花和威斯科公司都是芒格的天下 因为他所占有的股票是最多的 当然巴菲特也很看好威斯科 经常管管事 这时候有一家很有实力的叫圣巴巴拉金融公司 也看上威斯科 甚至想要跟威斯科合并 不过在巴菲特看来 圣巴巴拉金融也就是名气大而已 价值远远被高估 如果跟圣巴巴拉金融合并 只能说是百害无一利 于是他赶紧飞到加州 找到威斯科的一位创始人 说服他不要接受合并 经过一番游说 创始人最终同意 但是这个决定 让威斯科的股价从18美元直线跌到了11美元 公司价值大萎缩水 为此 巴菲特和芒格都感到很不好意思 于是他们愿意以17美元的价格 买下公司大部分的股票 不过到这里事还没完 圣巴巴拉金融并不想吃哑巴亏 他们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指控 认为巴菲特和芒格在那搅局 企图破坏合作事宜 1974年 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对巴菲特和芒格进行调查 这个调查可不简单 从母公司到子公司 巴菲特手中30多家公司都被查了一遍 虽然巴菲特和芒格都没有隐瞒任何东西 但是错综复杂的商业网络让委员们感到非常蹊跷 这伙人呢 其实也开始较劲了 说你整这么复杂 你是在鄙视我智商吗 老子跟你死磕到底好吧 他们拼命的想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巴菲特那会儿变得异常焦虑 吃他这碗饭的人最注重的是名声 一旦出了什么问题 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名声将会毁于一旦 名声毁了 基本上就等于饭碗砸了 不过呢 万幸这帮人到最后也没查出什么名堂 不知道是智商不够啊 还是巴菲特玩的太高 或者是干脆巴菲特真的就没什么事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负责人跟巴菲特一接触 发现这老哥挺时尚 挺正派 喝酒呢 也很爽快 当然这后句是开玩笑 所以呢 委员会到最后 也只是对蓝带印花的一些泄露信息行为提出了警告 而没有点名批评巴菲特 这一场风波也就有惊无险的过去了 各位 这一讲啊 咱们主要讲述了巴菲特的投资之旅 讲了他的投资原则 投资那些被低估了的股票 用赚来的钱再去投被低估的股票 让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还有远离那些可能甚至已经面临裁员倒闭等问题的公司 或者是管理层与工会有冲突的公司 那么最后一点 一旦完成了对企业的收购 必须立刻去找合适的人才来运营公司 让他的股票继续上涨 股神的这几条原则 您觉得您能用到哪些呢 当然了 没有永远不败的神 刚才咱们说了 这巴菲特也险些掉坑里啊 那么接下来巴菲特又要如何把他的生意一步步做到顶峰呢 咱们下回接着说 上一次啊 我给各位说到 巴菲特通过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 一步一个脚印 开始逐渐走向成功人士 那么接下来 巴菲特又是如何经营呢 咱们今天接着说 从六十年代开始啊 巴菲特就已经把钱投入到了各行各业当中啊 但是巴菲特最想投的可能您都想不到 叫做报纸行业 因为小时候啊 巴菲特当过一段时间小抱童 他那个时候就梦想说 哎 什么时候有一家属于我自己的报纸 然后我给抱童啊 提高收入 让这些小抱童们能够有钱买糖吃 那当然小孩的想法嘛 哎 千种万种的 很多人不会拿小孩的梦想当回事 小孩自己很多也不会当回事 可是巴菲特 他真的就把儿时的梦想当回事了 一九六九年 当他赚到一千六百万美元的时候 他实现儿时梦想的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年巴菲特拿到了家乡的奥马哈日报的控股权 他迈出的这一步不仅仅实现了梦想 还让他有机会获得一项令人尊敬的褒奖 这是我们媒体的从业人员最想获得的一项奖项 一九七二年奥马哈日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报道 是关于当地一间男孩收容所的 这家收容所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三年 占地是一千三百英亩 四面筑起了围墙 还有自己的农场和体育馆 可是让人奇怪的是 收容所里有六百六十五个孩子 却有六百名工作人员 这实在是让人可疑 于是在巴菲特的协助之下 报纸的记者们展开了调查 事实证明巴菲特的直觉很准 这家收容所聚联了大量捐助的物资拨款和基金 每年积累的财富大约有一千八百万美元 丑闻披露舆论一片哗然 这篇叫做《南孩镇》 美国最富有的地方的文章 于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号刊登 为巴菲特的报纸赢得了普利策奖 这篇报道传遍了全美 也促使政府针对非盈利机构进行改革 这次成功的事件之后 巴菲特再接再厉 把目光转向了一家全国性的大报啊 如今都是大名鼎鼎的华盛顿邮报 一九七三年的夏天 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的持股超过了百分之五 与此同时 他和报纸的发行人凯斯林·格雷厄姆 也建立了极其紧密的关系 通过他 巴菲特最终进入了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 此后的整整一年 他开始频繁出现在凯斯林举办的各种奢华的宴会派对上 那里甚至不乏总统家庭成员前来参加宴会 他在许多个夜晚努力的和这些权贵们打交道 企图和这些政要以及明星大腕们打成一片 看起来平民出身的巴菲特 如今才是真真正正的躋身上流社会 但是这个禁军报业 它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巴菲特还经历过一场特别令人讨厌的官司 历史好几年 这官司才打完 这话说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 巴菲特和芒格把水牛城晚报收入麾下 他们计划为报纸增加周末版 打算通过免费提供头五期进行推广 之后再以打折的方式出售 这新产品上市吗 肯定它有一个适应期 虽然这如意算盘打得很响 但是动了别人的奶酪 同行不开心 郭德纲曾经说过 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吗 他们在当地的竞争者叫水牛城信使快报 不高兴了 投诉巴菲特他们是不正当竞争行为 法官循规蹈矩的判决明显对信使快报有利 这也出乎巴菲特的预料 如果按照法官的说法 出售免费的报纸是违法的行为 显然 对于这样的判决巴菲特不服 于是他提起了上诉 而且终于在1981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可惜为时已晚 你别忘了那句话 时间就是金钱 销利就是生命吗 好几年官司打过去 报纸已经损失了数百万美元 这笔投资差不多也算是吃了亏了 前面咱们说过 巴菲特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 陪伴家人的时间不多 这就直接导致了他和妻子苏珊之间产生了裂痕 虽然在60年代接近尾声的时候 巴菲特也主动提出 要出售他的生意 咱们拿着钱 只要不沾黄赌毒 够咱们好几杯子花的了 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 放在个人生活方面 可是到了最后 他放不下自己的生意 慢慢的又回到了投资市场 而苏珊觉得 跟他抢这个男人的 不是别的女人 而是生意 这苏珊是有心无力啊 在巴菲特进入报纸行业之后 他和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 凯瑟琳格雷厄姆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亲密 这就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吗 可是女人的想法不同啊 你能跟男人出去 吃饭喝酒唱K聊天 可是你跟女人出去 哪怕是简简单单喝杯咖啡 她是要吃醋的耶 在这个方面我是吃个大亏的 所以现在我基本不跟女人来往了 凯瑟琳跟巴菲特关系越来越密 巴菲特的老婆苏珊当然生气啊 到了1977年 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离开家去上大学了 苏珊觉得是时候做出改变 于是他决定分居 只身搬到旧金山 按说媳妇都跟你分居了 您是不是得哄一哄啊 照顾照顾啊 你就好比说媳妇要是回娘家了 你好歹去把人结回来嘛 可是巴菲特虽然在生意场上 那叫叱咤风云 有的时候可以说算是条老狐狸 可是在其他方面 这就是个孩子啊 尽管已经将近知天命的年纪 但他依旧是个拉里拉他的 爱吃知识汉堡和冰淇淋的大男孩 而且他依然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工作 对家庭依然关心很少 即便这样 苏珊依然深深爱着巴菲特 但说句实在话 请允许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我要是苏珊的话 我就不跟他老公闹 你大把大把的往家赚钱 你只要够我过这下半辈子的 我周游世界 你挨哪坐哪坐去 这女人关键时刻她得想开 你又想不开 不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这苏珊呢 就属于那种啊 又纠结又想不开的 就是一方面觉得 我老公多优秀啊 出去多有面子啊 一说啊这是巴菲特夫人 别人都尊敬啊 都想过来跟你套近乎 另外一方面 谁难受谁自己知道啊 这些手活挂的日子不好过呀 那怎么办呢 离又不能离 吵又没得吵 苏珊还得在各方面依旧去照顾她 那么当得知苏珊要离开自己的时候 巴菲特那是非常震惊的 这怎么办呢 窝在外边打拼 这老婆怎么要跑呢 给老婆打一通又一通电话 说的纳椒一个催人了一下 可即便这样 还是没能挽回苏珊的心 苏珊说呀 孩子们大了 我也该过自己的生活 没办法 巴菲特只能表示理解 但这点上啊 我第一个要说苏珊 就是说想不开 那我听到了很多女粉丝在骂我 在这里呢 我也得说咱们男人 说为啥呀 因为男人和女人关注点不一样 哎 你真以为女人就要你的钱 要你的房 要你的车 要房车 要存款 要存折 要钻石 不是啊 她要的是你那颗忠心 可是忠心她怎么看呢 你心里有没有她 你怎么表达呢 那还不就是一个个外化出来的各种物质 你肯给她花钱 证明你心里有她呀 那么在巴菲特这样有钱的大人物眼里 你花多少钱都表达不了你真心的时候 你适当的送树花可以吧 你偶尔回家陪老婆吃个晚饭的机会有吧 你出去跟人谈生意的时候带着夫人去行不行呢 哎 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不同 男人始终觉得我在外面打拼 老子在外面累得跟狗似的 我为了谁呀 我还不就是为了那个家呀 女人知道啊 可问题是女人要确定的是 你到底心里还有没有我呀 你看懂这个道理的人 就会生活像我一样 家庭和睦 异常幸福 不懂这个道理的人 就会像巴菲特一样嘛 赚多少钱 对不起老婆还是要跟你分居的 在这一点上 我要强烈的嘲笑一下巴菲特 显示一下我作为一个好男人的忧郁感 那么后来呢 巴菲特也对这个妻子苏珊的离开啊 有过反思 他说了 这是可以避免的 这本来就不应该发生 这是我所犯过的最大的过错 原因就是缺乏理解 我对他太不关心 哎 你看这世界上什么事都能骂后炮 唯独感情上的事不能骂后炮 男人要是心灰意朗 没准他还能回头 可这女人一旦要伤透了心 那他就是真的不会回头了 所以我说 在男女之事上 是最没有马后炮可言的 老婆离开了巴菲特 这事对他伤害挺深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他发现我活得依然挺好啊 于是就渐渐回到自己最熟悉的角色 投资行业的教师 他是一个天才的投资人 也是一个财思敏捷的引导者 人们永远都热衷于听他讲话 于是他又开始集中精力 去向合伙人和股东们陈述 伯克希尔公司的运作 以及管理绩效 没错 巴菲特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 又开始恢复了原样 但是此时此刻 他突然吃惊的发现一个道理 也是苏珊所一直坚持的 坐在屋子里挣钱 那不是生活的全部 他发现这一生错过太多东西了 尽管他对孩子们和蔼可亲 但是他真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47岁的时候 在生意场上算计了大半辈子得失的 巴菲特开始正式的反思自己人生的得失了 分居之后 巴菲特才开始真正的关心苏珊的生活 我告诉你 男人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贱 有的时候还真就是给脸不要脸 我在这里跟所有女同胞表个态 我算是男人中的好男人 但是我也有时代局限性 你们要想让你的男人能够快速进步成长 就需要你们的不断培养啊 男人有的时候真的是贱的 你要打个巴掌给个甜枣的 反正我结婚了 你们这么对付你们男朋友去吧 让他们煎熬 他们才觉得你好 真的是这样 这是过来人的道理 而且巴菲特呀 见到什么程度哈 就是你跟老婆关心 亲密不算 他还找他闺蜜 就是跟亲朋好友啊 各方面的人呢 关系都搞得不错 无论多忙 他都会通过电话和朋友们保持简短又亲切的会谈 打个电话嘛 一生只知道拼命滚雪球堆钱的手材奴 在后半生开始变得越来越有人情味 越来越有爱心 说实在的 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老婆苏珊 正是因为他们两口子的分居 才让巴菲特开始反思了吗 在生意场上 巴菲特也变得越来越温情 在世人眼中 和巴菲特合作的公司向来都是稳定的 有信誉的企业 如果能让巴菲特参与到公司的董事会来 基本就是在向外界表明公司运营良好 而且就算有困难 既然已经被巴菲特接管了 那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所以当一些公司遇到困难 总会寻求巴菲特的帮助 而巴菲特对于一些有恩于自己的公司或个人 也总是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给予帮助 90年代 巴菲特的声望遭受了一次重创 尽管科技股的风头此时已经如日中天 但是巴菲特对纳斯达克指数依然提不起半点兴趣 人们就开始议论 觉得巴菲特老了 将狼才尽了 他只不过就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普通小老头了 不过巴菲特自己却从来没在意过类似评价 就算没有科技股 他的成绩依然摆在那里 无法动摇 实际上 1978年到1991年之间 他的净身价从8900万美元飙升到了38亿美元 而且还在继续上涨 在1986年正式担任伯克希尔公司的CEO之后 公司的股价也一路上扬 1991年更是达到了8000美元一股 巴菲特的钱多到根本花不完 这些优异的表现告诉我们 就算抛开科技股和纳斯达克 巴菲特在新世纪也绝对不算落伍的 更不能说不成功 在巴菲特看来 科技股唯一能够保证的 就是从长远的角度看 他必定会让投资者失望 不过很少有人同意他的看法 只有一次例外 他的确曾经在一家技术公司上 投资了一小笔 不过确实因为一个人 1991年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在一场派对上见面了 原本一个对技术没有一丁点兴趣的老头子 和一个靠电脑程序发家致富的技术宅 就连他们自己都想不明白究竟有什么可聊的 可是造化弄人世事难料吗 这一次会面的话题居然延续了好几个周末 以至于他们成了非常亲密的好朋友 后来比尔盖茨开始出席巴菲特每年的股东大会 要说这个股东大会有多火呢 一张黄牛票可以卖到250美金 最后巴菲特也入手了100股微软股票 他们俩还定期会面打桥牌 一起玩牌的都是谁呀 查理芒格呀 凯斯林格雷厄姆啊 大牌们一起打牌 这画面想想都刺激 我都想去伺候牌局了 整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 这两个人在全球首富的位置上轮流作庄 正是通过于比尔盖茨的友谊 让巴菲特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也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也正是从热心慈善的比尔盖茨身上 巴菲特学习到 应该要更多的回馈奉献社会 努力帮助解决全球范围内的生存问题 巴菲特对互联网公司的预言 曾经让投资者们倍感失望 因为后来很多互联网公司的股票火了吗 但是在21世纪初期 随着这些股票大跌 那些90年代还把他视为落伍的 糟老头的那帮人 又给他扣上了一个先知的帽子 在新世纪 巴菲特依然是人们心中的股神 但是此时 事业和名声并没有让他感到一丝舒心 2001年 他的挚友 生意上最好的伙伴 凯瑟琳·格雷厄姆去世 他们的友谊长达30年 以至于在他离世之后的好几个礼拜 巴菲特都提不起精神 两个月之后 他的心情不仅没好转 反而变得更糟 因为此时发生了另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 911 巴菲特发现 我们的生活的时代是有多不确定 于是他的投资思维变得更加实际 只投资那些可以提供某种确定性意义的公司 比如内衣公司 鲜果公司 布衣公司 以及其他生产农业设备和儿童服饰的公司 当他以为苦痛已经过去的时候 生活又逼迫着他去面对新的煎熬 2003年 他的妻子苏珊被诊断出晚期口腔癌 尽管很早就已经分居 但他们依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虽然他常常也过着难以自持的生活 但此刻他突然意识到 现在的苏珊很需要自己的照顾 但是 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挽留苏珊 该来的还是来了 苏珊在2004年 与世藏词 巴菲特在床上躺了好些天 无法和任何人交流 这种悲痛实在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 过了很久 当他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他变得更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也更愿意和孩子们相处 其实在我看来 巴菲特这辈子做的一次最精明的投资 就是娶了苏珊 因为苏珊先是用分居告诉他生活该是什么样 最后用生命告诉他人生该是什么样 经过了数十年拼搏的人生 得到了无数的赞誉 可巴菲特也失去了太多的幸福 现在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生活的秘密 那就是让你爱的人也爱你 而且让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对于怎样支配自己的资产 巴菲特有了新的打算 2006年 他将市值370亿美元的 伯克希尔公司85%的股份 捐给了比尔盖茨夫妇的基金会 又将600万美元分别投入苏珊的慈善基金会 以及他们的子女们所建立的几个基金会中 看得出来 他留给子女的财产并不多 这也正是巴菲特家族的传统 留下一些什么 但绝对不能太多 现在巴菲特一边享受天年 一边继续他的投资大业 80多岁的老头子 依旧是出手犀利 依旧可以掌握时代财富的大局 纵观巴菲特的一生 我们会发现 这位投资奇才的投资理念 其实很简单 就是让自己的血球越滚越大 反映到实际行动上 那就叫做耐心的投资 最安全的股票 盈利之后 再用挣来的钱 继续以刚才的方式去投资 他投资股票的原则 既简单又全面 就是远离那些不稳定的公司 对于潮流和科技股 都要表示怀疑 相反 他重视基础行业 做最稳妥的投资 虽然很多人也知道这些常识 但是很少有人像他这么耐心 将这些原则 一如既往的贯彻到底 另外 一生都重视寻找最杰出的合作伙伴 挖掘人才 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除了查理芒格 他还发掘并培养了一大批管理和投资人才 他既可以冷静客观的 迅速的计算出一家企业的货币价值 又有能力关注生意中的人性因素 通过建立稳固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而获得成功 当然巴菲特的私人生活看起来并不是太成功的 虽然他有着一位迷人的妻子苏珊和三个可爱的孩子 但是他没有好好珍惜 等到时光不在 才意识到亿万家财 并不能买来幸福 在明白了爱的可贵之后 他将财富用到了可以改变世界 可以兑换成他人的幸福的地方 叫慈善捐款 听完了这本书啊 说句实在话 我不知道您感慨些什么 我感慨有很多很多 我越来越坚持我的观点 成功 有人说是努力的结果 现在看来这是一句越来越扯淡的话 越来越是一句有毒的心灵鸡汤的话 成功就是代价的结果呀 巴菲特牺牲了陪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幸福 换来的是他的事业有成 为什么我说成功未必是努力得来的结果呢 大哥 这个世界上努力的人太多了 可是肯为成功付出代价的人 却是凤毛麟角的 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人永远是金字塔的尖 各位 如果你现在闭上眼睛想 用你家人的健康去换你事业的成功 你会不会换 用你的家庭幸福天伦之乐 换取一个上市公司的CEO 你愿不愿意换 这样简单的选择 可能很多人都左右为难 甚至坚定的说不 更别提复杂的人生之路了 所以我说成功还真就是代价的结果 只不过像我们这般小人物 不愿意付出那样的代价 我们也觉得那样的成功 对不起 跟我没啥太大关系 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说 为啥没啥太大关系 最近这几年 无论是上市公司的老板 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还是投资股票的那些股民们 懂不懂就说 我梦想做第二个巴菲特哟 我就要做中国的股神 撤什么蛋啊 别闹了 你们都被成功学老师给洗脑了吗 我为什么是坚定的成功学的反对者呢 那就是他们的逻辑是奇怪的 他们跟你讲授的那些东西 实际上是把你推向了万丈深渊 为啥 我认为每一个人首先都要承认自己的平凡 这才是我们的基础 你想想 我们这个世界最牢固的基石 究竟是金字塔尖那几个精英建立的 还是无数个平凡人建立的呢 换句话说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大家都当巴菲特 谁他妈给你送外卖呀 就是这么简单呢 还有 只有你承认自己的平凡 你以后才有可能不平凡 你怀揣着一颗平凡之心 你才会有平常心 让自己宠辱不惊 你才怀有一种感恩之心 去感恩这个世界给你带来的 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 你才能怀有一颗平和之心 跟你周围的小伙伴亲密相处 这个道理 懂的人一定会懂 不懂的人 我说什么 你也许不会懂 当然 这个道理还很深 您如果想知道的话 请我吃饭 我好好给你讲讲 最近这两年 我们一直在讨论 寒门怎么出贵子啊 讨论这些有意义吗 是不是太无聊了呢 您告诉我 什么叫贵子呢 是不是出任总经理 升任CEO 迎娶白富美 走向人生巅峰 这就叫贵子呢 那你别扯淡 什么门都很难出贵子 当然 你也许会说 贫困山区的儿童吗 享受不到 那么更好的教育资源吗 有钱人家的孩子 从小就可以出国吗 当然 人和人永远做不到绝对平等 出生的不平等 就决定了 很多人这辈子注定平凡 如果你没有一颗平凡之心 我敢断言 你这辈子注定活得煎熬 这正是 手法招招幽闷 强梁夜夜欢歌 损人力己 其马罗正直公平挨饿 修桥捕路的瞎眼 杀人放火的耳朵 我到西天问我佛 佛说 我也没辙 巴菲特的传记滚雪球 今天就给各位说完了 咱们下本书 再见 本节目由路上读书 授权喜马拉雅FM播出 请不吝点赞订阅